我们俩从小到大都没跟我爸说过 在新年来临之际 哥俩向羊爸坦白的一件隐瞒了十几年的事情 老爸你记得有一次我们俩回老家 以前我们属家都不多 我爸给我们准备了一个 这么厚 三年级这么厚的一个算术的 有一百多张 一个属家把写完 属家之后 回家接我们俩 结果回家说 哎不你两个本子呢 算术本呢 我都没带啊 打两个本子 我到底给你儿子带了算术本 我都没带 那两个本子干什么 我们俩埋了 好家伙羊妈背锅十几年啊 我们第二年回来的时候 我们挖还没挖到 挖就要挖霉了 我爸跟我妈说 说我们说我妈没带 其实不是没带 他爸 咱俩把它埋了 咱俩一起想的 咱俩一起想的啊 小羊哥直播间内 讲述大羊哥的直男行为 大羊哥是个直的 很直的 非常直的 你们以前说 你们看段子经常看段子说 女朋友大学上大学 女朋友让你出来 把身份带的 看你把身份带的 这段子就大羊哥写的 因为大羊哥 他媳妇和女朋友 当时拍电影的时候 在那把身份带的 大羊哥说 我看电影 我带什么身份带的 你傻了 你可长点心 直接把他骂了 他媳妇来就不看了 然后大羊哥说 你真爱生气 挂了 你咋这么完蛋呢 大羊哥曾经 给他媳妇送过那个来 送过那个叫做眼影 一打开一朵花 一关上 一打开 一关 一打开 拿给媳妇看看 sert 这 来的时候 刚才给我来的时候 给我看的时候 也给我摆完年 我说你的 我心想他这完了 啊 哈哈哈哈 好好 民族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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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